怎麼說,跳舞,而且尤其是這一次也有許泛宜老師對我做很多的指導 然後另一方面是標舞劇團對我做很多的指導 那有一種壓力就是我的老師也很厲害 就是不能砸了他們的招牌 那說真的,其實就算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可是如果沒有訓練跟韻律在裡面的話 都會看起來很假 我覺得這應該要找導演回答 導演那個頭髮應該都快白光了,看我跳舞的時候 對啊,因為其實他是從零開始 所以其實他在還沒有編舞完成之前 他就受了很多肢體的訓練 應該有兩年,一年多兩年的時間 然後後來真正編舞其實只有幾個月可以他真正去揣摩 然後真的體會,然後跳出那個自信的感覺 所以其實對他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大概每天都想哭吧,那個時候 剛開始如果是身體訓練的話,其實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因為除了從零開始,再加上我覺得自己有一點肢體障礙 所以有可能是從-30開始吧 然後從零開始慢慢跳 那從整個舞編完到開拍完其實也是非常努力的 一天也有可能兩三個小時,兩三個小時或是四五個小時 跳了四五個月吧 才跳好一支舞 其實這是很難避免的 就是,這是一定會的 就是多少受了一些傷 不過還好我還年輕 所以沒有大礙 我自己沒有孩子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很不知道當媽媽的那個心情是什麼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這個年紀 如果我要演戲一定就是媽媽 所以...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會是一個盲人孩子的媽媽 所以這個事情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挑戰 你要你怎麼去盡到媽媽那個心情是很折磨人的 我覺得這一次如果成績不錯的話 一定都是在演員的改變上面 因為演員... 三位都可以跳脫他們以前的樣子 所以演出來的東西會不一樣 那如果真的有什麼成績的話 一定都是演員的部分這樣 這部片是我就是畢業回來的第一部長片 其實我學了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再重新探討劇本跟導演討論 我都是在用一些我學到一些新工具在嘗試這樣子 然後那剛好又跟孝全還有小美 就是他們就是非常有經驗,非常豐富 然後他們又是非常...在演戲上 能夠給予我這算是一個弟弟的角色吧 在工作環境上他們給我很多的空間 所以讓我去嘗試很多不同的事情 因為他們都習慣不太去排太多次的戲 可是我自己會想要抓出一些... 比如說現場抓出一些形式或是一些規則 讓我可以重新掌握出這部戲到底要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都很配合我 然後都給我很大的幫助 我在戲裡面的角色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想要讓周遭的人開心的 所以我自己也本身就是會讓自己去逃避一些... 看起來像是不開心的事情 去強迫自己讓自己開心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點點是這樣子 那拍完之後有很多負面的情緒 就是跑到我身上來 就是他終於浮上來了這樣子 因為沒有辦法再去逃避了 可是又想說他明明就是戲中的事情 所以已經拍完了嘛 那繼續開心吧 就是超過30歲以上的角色 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目前就是除了我看到我周遭的... 比我年紀成熟的人之外 然後還有我自己的一些想像力 我發現我必須去做一些... 比方說肢體上的調整或是聲音上的調整 讓自己真的是可以放鬆的待在那個... 這個角色這個30歲這個不放鬆的年紀裡面 我覺得是... 是... 是有... 蠻讓我流汗的那個時候 對阿 就是以誰為觀摩的對面 以誰為觀摩嗎 沒有我那時候其實是在... 看了很多周... 台灣的... 比較接近中年人的模... 的樣子 比方說你去一些餐廳啊 你會看到一些... 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因為生活的工作上壓力比較大 所以他們在講話的時候會比較大聲 可是他們在平常工作上他們會比較壓抑 然後會朝這個方向去... 去找一個大規模 然後再從細節這樣子去摸手這樣子 有一個 centr短的力量 嗯